我这里有个案子 需要江总过目一下 项目没有任何可行性 服了 出去请把门带上 我那天没有要拿你和他比的意思 和你相处久了我就会发现 你和他越不一样 哪里疼 都疼 你打的地方最疼 疼 等一下 我去买点喝的 去买吧 偷邪我 你没事吧 怎么了 他刚刚袭击我 我是正当防卫 不信查监控 你看我干什么 你流血了 召售 上 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你是谁啊 你不会又失忆了吧 没有 逗你的 杨思涵 我的记忆恢复了 上辈子也不知道 做了什么命 三天两头都往医院跑 真是晦气 干嘛 发给八卦杂志 这阵子杨家的负面记文太多 我得澄清洗白一下 喂 给我安排一下 我要亲自接这个案子 你想干什么 怎么 以为我趁机要揍你 把这些关了 我们才能说出真心话 五年前 在杨家工厂附近 发生了一起车祸 你知道肇事者是谁吗 我知道 但是我又不想 我说了我就更没用了 那我们再来说说 另外一宗案子 同样是在五年前 在杨家工厂纵火案中 死亡的那位杨明远先生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第一次纵火案中 你拿了钱本可以跑路 可你偏偏要回来 你手里拿的这么大的把柄 幕后之人找不到他 一定会杀你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赌一赌了 我可以保护你啊 只要你不作妖 就绝对没问题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线索 韩语焉这个女人 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当初 我本来想骗她买花 结果被她威胁 送她出国了 你是说 她是自己出国的 在里面好好改造 里面会有人帮我看着你 给我钱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你跑来韩世要钱 你是我们杨家的媳妇 韩世集团的钱 给我点就怎么了 我先你一分钟之内出去 不然我叫保安 你叫啊 等人来了我就说 你和我表个杨思寒思通 反正我又不在乎名声 就怕到时候股价又下跌 还被罢免 你到底想怎样 我买东西没钱了 别我钱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到底要来干什么 你说 如果现在我报警 咱俩谁进去都快 你 你都知道了 原来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刚才只是诈你一下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认了 我要杀了你个贱人 宝儿 把他给我扔出去 贱女人 放开我 喂你好 我是南街区事务所的江言律师 请帮我预约一下李大人的会面 谢谢 原来要见我的律师 就是你啊 因为你拒绝所有人的探视 就只能用这种方式见你 为什么 为什么当初要跟奶奶说 你要去工厂放火 让她不放心地跟过去 又为什么要真的放火 让那些救护车都往工厂去 导致奶奶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 为什么 这都是你爱的都是你爱的 我这么多年 一直想摆脱你对我的影响 我想方生访地摆脱你对我的影响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爆炸影响我 为什么 还以为你能说实话呢 这辈子不要再见了 这是我奶奶 五年情 发生火灾的那天晚上 被撞死了 你想说什么 那天 他儿子被工厂辞退怀恨在心 喝了酒 扬言要去烧了工厂 他就是在追他儿子的路上 被车撞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五年前 杨家工厂综合案的元凶 叫李大人 这个害死你父亲的人 是我爸爸 不 不可能 你们连近视都不一样 他害死了奶奶 我和他不想有关系 于是我签了户 改了名 努力想摆脱他的影响 抱歉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到此为止吧 你就这么一走了之算什么 不然呢 你还想和我说什么 普通人知道我是杀人犯的女儿 都会避而远之 况且 杀的还是你的父亲 你是你 李大人是李大人 你不是他那样的人 可我始终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 你难道真的能心爱李德的 和我像以前一样相处吗 所以说 还是断了得好 以后不要再见了 当然 我也随时换引你来报复我 我真得了 我当然 小子 你怎么能在里面 你好 你怎么做的 我不是的 我以前这种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先换上吧,先到后花园缓和一下情绪,一会儿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处理呢。 这保护跟监视的一样,真的让安全感爆棚了。 进去好好待着。 我要见律师,我要见我的律师。 没人接电话。 那我明天再过来打电话吧。 别过来,你别过来! 安静点! 明天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要不然就死在这里了。 今天天气不好,我再剪衣服我去公司看老婆,她就算不敢动,也一定会觉得我很体贴,这样就更容易离于合作了。 她不是真正的韩语言。 管她呢,不管怎么样,她已经是韩氏的总裁了。 在真正的韩语言回来之前,或者说我可以说服她把两边的财产一起囤掉。 嗯? 她呢? 我是红语言,她不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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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不许可,她不许可。 她不许可,她不许可。 我许可,她不许可。 你这个冒牌货,你根本就不是韩语言。 我是学播音主持的,一个人说话的语调语气和特殊习惯是不会变的。 而你 车祸之后变得太多 根本就不是 谁说我老婆是假的 蒋莉莉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要么我让你不得好死 杨少 人家是真的很想你吗 对不起 别这样 杨少 你俩接着腻吻啊 杨少 贱人怀我好事 以后不要让我看见你 杨少 韩玉燕 我一定要揭穿你 屯 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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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聪太蠢了 我以为一时二娘 可以除掉两个西腹大患 没想到 够了 既然这么没用 就把你手里 杨氏酒店管理权交出来 连你弟弟都别给一枪 爸 杨氏酒店是我的心血 求您不要把它收回去 这次 这次我一定可以的吧 一定可以吧 一定可以吧 让他活不过今晚立刻执行 爸 放心吧 我不舒服 给我药 我不舒服 给我药 我住丹尖 達来 亦名画交易行 贪污之事的文化诊骗罪犯 于昨日狱中自杀身亡 此前留下悔过书 和一份交易名单 而如今的韩氏集团总裁 韩语焉也在名单之中 我说当天怎么那么积极 去参加拍买会呢 原来是想用假话 换取真话 携款潜逃啊 就是 这次证据确凿 我看你还怎么狡辩 我要是出事了 杨家也别想逃 呸 谁跟你是一家人 哼 你身上的伤好了吗 要是没好的话 还是毕上次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弟妹最近在家里的威望很大呀 妈和我妹妹都不敢直升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也会尝到的 那我们等着看 抱歉 您作为嫌犯 没有许可不得外出 喂 我现在出不了门 你帮我查一下 知道我欠你的恩情 我已经在场了 嗯 等我 放手 这次谢谢你 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好聊聊呢 你就不能听我说句话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以什么事在面对 你让我冷静下来 喂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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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